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NGS的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 两个动作 一个allow 一个deny allow就是允许的意思 deny就是不允许访问的意思 所谓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 指的是什么 我控制某一个IP 某一个比如客户单的IP 他访问我 我是允许他访问呢 是不允许他访问呢 这就是什么呀 叫访问控制 好吧 那无非就两种方式 一个是加黑 一个叫加白 加白就是允许他访问 加黑就是不允许他访问 好吧 如果我们只做加黑 那么比如说有几个IP地址我们加黑了 那除了这几个IP地址之外 所有的其他的IP地址都是允许访问的 如果说我单独只设置了某个加白的IP地址 意思就是说除了这几个IP地址之外 其他的都不允许访问 好吧 这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说 加白加白 把这个IP地址加白 加白就是让他允许访问 好吧 那访问控制呢 有这么两种形式 一个是在OSI七层模型当中的四层 传输层进行什么呀 加黑或者加白 还有一种是在第七层应用层 加黑或者加白 我们的NGX的加黑加白 是在第七层控制的 因为我们NGX本身就是应用层的 一个软件 好吧 应用软件 那四层走如何来控制呢 我们简单演示一个四层控制 四层控制其实就是要开启我们的主机自带的防火墙 好吧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然后首先开启一下我们这个主机防火墙 System CTL Start Firewall 好吧 在这一键贴 回车 好 这就开启了 开启了防火墙以后 开启了防火墙以后 比如说我现在查看一下 哪些用户登录了我当前的这个主机 你查看 这有什么 是不是192.168.651.1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我当前的主机 我当前主机的APP地址是多少 CMD IP Config 我当前的主机APP地址是192.168.2.110 这是我当前主机的内网APP地址 但是我现在是通过我的主机 去连接了什么 Net模式的一个虚拟机 Net模式网络模式的一个虚拟机 对不对 那么我连接他的时候 我走的是谁 其实我路由跳转走到了谁 VMnet8 这个网关 我把它当成我的 我物理主机的网关 来进行访问的 也就是说 其实走了一跳 跳到他这来 然后再基于他去访问的什么 这个主机 所以说 这个主机上记录的这个APP地址 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 这个网关的 APP地址 这个网卡的APP地址 192.168.61.1 OK吗 如果说 比如说我现在 就想把它进了 我就不想让这个人来连接我 来连接我 甭管是SSH连接我 还是说 其他的网站访问什么的 我都不允许 我都不允许 那怎么弄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四层 把它给什么 加黑 加黑的方式 如何来加黑 在这 就这一个指令 这是控制防火箱的指令 叫Firewall 刚刚 AddReachRue 然后Rue FamilyAPP4 进APP4地址 进哪个APP4呢 地址是 192.168.61.1 然后 Job Job就是禁掉的意思 好吧 Job就是把它禁掉的意思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个禁止 就这样一汇车 看到Success 表示禁止成功了 好吧 然后比如说 我现在再去复制一个什么绘画 简缔复制 你看还能连得上吗 这就连不上了 好吧 然后我打开我的浏览器 我当前物理主机的浏览器 我去访问什么呢 比如我去访问 192.168.61.139 本来我可以访 不是访问这个 比如说本来我是可以访问他的 A.Jetting.com这个网站的 对不对 我现在再访问一下 你来看 这是什么 这是拿了一面缓存了 刷新 你看 根本就访问不了了 刚才第一下是访问了一面缓存 你看访问不了 等一会提示之后 你看这边 就访问了一面缓存 看见没有 然后你再看这 连得上吗 也连不上 那甭管是SSH FTTP 什么FTP 一律都不允许访问过他的主机 好吧 那听说怎么你这还连着了 当前的连接不会断 当前的连接不会断 只有再过来新建的连接 是不允许 这个FT指建立连接了 好吧 这就是 在四层 四层禁止了这个FT指 在传输层禁止了这个FT指 那所有它的上层协议 应用层的上层协议访问 都是不允许的 好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这种控制是特别狠的 这一下子就是这个FT指 想访问这台主机的任意连接 都不可能连接进来了 这一下子就比较狠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NGS的基于七层的反应控制效果 也就是在应用层 如何做反应控制 好吧 首先呢 先关闭一下我们这个主机防火墙 为什么要关闭一下它呢 因为你不关闭它 它们都没法演示了 好吧 我得关了它 关了它 你看 你看我把这个关掉 我再重新复制一个绘画 你看 允许了没有 直接就复制上了 就连接上了 好吧 就这个效果 行 然后看一下NGS NGS做访问控制呢 也是加黑加白两种手段 通过两个关键字来控制 一个叫Allow 一个叫Denay 这个Allow和Denay 是直接配置在NGS的配置文件当中的 NGS做的时候呢 是你想对哪个网站 进行IP地址的 这个什么 这个访问控制 你就在哪个网站的 Server配置文件当中去加 Server配置箱里面去加 加在什么位置 看Location了吗 加到Server 往Location内部 好吧 Location里面 Location里面 好 来我们演示一下 IOS 比如说这是我们所有网站的这些配置文件 对不对 比如说把这个A的访问 给它加一些控制 是吧 这是之前加的一些控制性给它删掉 行 然后在这加 写法 比如说我现在禁止某个IP访问 叫Denay 好吧 然后写什么呢 比如说192.168.61.1 我把它禁了 禁了它之后 我还可以什么呢 Along 就进这一个 剩下的都允许访问 我就这样写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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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这是所有的IP计则都允许 除了它之外 好吧 Denay 否认了它 然后WQ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 这个什么呢 检测一下语法 NGX-T 然后这OK了 语法是OK的 对不对 上面报了一个Warning 然后报了个错误 是Dumplicate 这是重复了 什么重复了呢 Mintype 你就是这个 你理解为就是多媒体类型 冲突了 文件类型冲突了 这个地方冲突了 在哪个文件里边呢 在这个文件里边 那我这样 我再打开这个文件 就是除了这 配置了这个东西之外 其他地方还有地方配置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什么呀 把这个文件里边的 这个位置的内容 给它删掉就可以了 好吧 就把这个删掉就可以了 它重复了 然后WQ保存 再来检查一下语法 你看OK了吧 对不对 Warning呢 其实本身我们 你要是看着麻烦 你就管管它 你又看着 你又觉得它忍得了 你就别管它了 Warning无所谓 只要不报Azure 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Azure就ER EROR 错误的意思 好吧 Warning是警告 警告不会对你 正常需求有什么影响 行 那么我们接下来重启一下Ngix SBS System CTL Restart Ngix 好 重启了 重启了以后 我们过来 再来访问 比如访问A网站 走 你看 A网站现在允许访问吗 不允许了 好吧 而报的错误和什么 和我们四层禁止 报的错误 是不一样的 四层禁止 报的错误什么 实际就无法访问 报的这样的错误 响应时间过长 对吧 而我们在应用程 通过Ngix来进行控制的 是显示的 什么403 Forbidden 好吧 403 Forbidden 这个可以在我们的日志当中 也能看得到 Var Log Ngix 有个Error Log 开启一下 你看 这个 这个报错 是报错吧 那个 那个 这个 对吧 防备它 就报错了 刚好是 不是11点42分吗 11点42分 对不对 34秒 现在43分吗 刚过了几秒钟 这个 Assess Forbidden 不允许它进来了 可我拿一个第一次的是 192.168.6 1.1 这是我们禁用的效果 好吧 那我能不能访问其他网站 访问一下B 访问其他网站没问题 只有A网站把你进了 好吧 想进B网站 那就再去改B网站的 那个 配置文件 没有意思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 我再修改这个什么呢 配置文件 我干什么呢 我先来个 我给大家来个 比如我只放白名单 来几个白名单 剩下的都拉黑 剩下的都拉黑 我就可以怎么写呢 这些个抵赖 先什么 所有的都拉黑 然后放行谁呢 扼烙 扼烙一个他 然后可以直接写个杠24 是杠24 或者杠什么呢 这个8 等等 就是一个FD的段 都可以什么 直接扼烙 好吧 如果说你想扼烙单歌的FD值 你就写多个扼烙 A-L-L-O-W 比如说 我现在 有这么一个 我打开了个文石 它也是NAT模式的 NAT模式的 它和这个主机可以连上 可以访问它 好吧 FD值是192.168.61.146 我在这里再加上 192.168.61.146 分号 我现在放行了它 也放行了它 放行了这么两个FD值 对不对 剩下的都拉黑 都不让访问 然后我WQ保存一下 然后检查一下语法 没有问题 好 重启 重启完以后 你看 我自己个人过来访问这个A 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刚才不允许 现在允许了 现在呢 我用它来访问 比如说打开它的浏览器 然后要就是 不是要就是 A.这个网站 A.json.com 是不是 走 为什么现在访问不动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改什么 还没有改它的host文件 host文件 host文件在哪呢 在这个目标下 C-PAR Windows System Center Drivers ETC下边有个host 好吧 打开它 那么大家打开 打开之后在这里面加上 你别忘了加上这个应手关系 192.168.61.139 是吧 应该是A.json.com 好吧 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过来再访问 A.json.com 提示了个不安全 这是因为这个什么 我们这是HTTP协议 点击这个想起 高级 点击高级 然后点击它继续访问 你看来了没有 来了吧 没问题 正常可以访问的 那如果说我现在 把那个 把它给 把它那个加白给它去掉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说说警号 我把它给注了 然后WQ保存一下 我再重启一下 又重启了一下 然后你再来看 这样我关了它 以防有阴面缓存 我把这个copy下来 然后我把它关掉 重新再打开一下 然后在这一挥车 你看还让访问吗 403forbidden了 对不对 又看到forbidden了 这就是什么 不容易访问了 好吧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这就是加白和加黑 加白和加黑 然后 其他就没什么了 加白加黑的手段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然后在应用层 控制加白加黑 其实比较灵活 想怎么控制 怎么控制 是吧 然后在这个四层控制 就是比较狠的 一控制 一控制这个IP地址 它任意访问 都已经来不了了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四层禁止的时候 你连接显示的是无法连接 对吧 而我们在应用层禁止的时候 你访问 你会看到什么403forbidden forbidden这个翻译成中文 就是什么禁止的意思 对不对 那有哪些情况下 你会看到forbidden呢 第一 你的IP地址被禁了 像这种 你的IP地址在黑名单里面 你看到你访问这个网站 肯定就forbidden了 好吧 那访问其他b 肯定是没问题的 访问b肯定是正常 可以访问的 但是我们这还没有加上 b.jaden.com 加上它 加上它保存一下 访问b肯定是没问题的 默认机走的 htbs 我必加htbs了吗 我必加了个basic认证 是不是 jaden123456 你看b往那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好吧 A网站是不行 A网站是不行 好吧 那 禁止的 你就看到forbidden了 那什么情况下 还有什么情况下 会看到forbidden呢 页面没有首页的情况下 比如说 我们的网站 我来说这个吧 cd到 哪去呢 在web目录下 ls 这是我们的几个网站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进到死瑞目录 死瑞目录 3c.jaden.com 3现在是正常 这个是开启目录浏览功能了 这是这个看不见forbidden 比如说进入到就在a里边 one里边 cd到one里面 ls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 是不是index.hml 对吧 我把它改一下的 比如说 改个名字 mvindex.hml 给它改成index.hml.bak 然后改完了 就在ls 这里面没有.hml结尾的index文件 那么过来你在这访问 然后在这访问 这是这是那啥 这是那个缓存 看你一刷新 403forbidden 看见没有 如果说把它变回来 点bak 把它变回来 ls查看一下 又回来了 是不是 你在这再刷新 你看 是不是又可以正常访问了 也就是说 在没有atml 首页文件的时候 也会看见forbidden 好吧 那还有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文件 没有读取前线的时候 什么叫文件 没有读取权线 是因为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过 客户端浏览器 访问你的服务端 它给你发起了 一个网络请求 比如访问你的网址 是不是 你NGX干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读取了一下 它自己 咱们在NGX上配置的 站点根目录 比如说A网站 是不是3W 不是3W 是那个web 下边的A 1 这个目录下 什么 自动打开一个 什么index.atml 或者是altm 是吧 或者atml 是吧 把它打开 打开它 NGX就是读取 这个文件内容 好吧 读取文件内容 然后干嘛 再返回给你的浏览器 对吧 那NGX读取这个文件内容 咱们说 其实在系统上 在操作系统上 你打开任何文件 你都是要以某种身份 去打开的 对不对 而我们的NGX 这个运行 是谁来运行的呢 是NGX用户 运行起来了 而这个程序 去打开的时候 打开某个文件的时候 就是以NGX用户的身份 去打开的 好吧 我们看一下LL 查看一下 当前这个文件下 你看 这个index.atml文件 它是rootroot 属于root的文件 因为我们是用root用户 来操作 拷币进来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你看它的权限 是RW RR 这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的用户 都有读权限了 而我们的NGX PS 刚刚EF Grip NGX 你看一下 NGX的Worker进程 是谁 是NGX用户启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安装NGX之后 系统会自动 给我们创建一个NGX用户 OK吧 这个NGX用户 就是这个NGX进程 是以NGX用户身份 去帮我们读取文件的 那如果说 这个文件的权限 它没有读取权限 比如说 我们给它 这个改一下权限 陈某的 比如说000吧 直接 index的LKML 一汇车 然后LL 你再查看一下 index 你看了没有 没有读取权限了吧 当它没有读取权限的时候 你看我再过来访问 走 看了吗 又forbidden了 好吧 又forbidden了 这就是没有权限的情况下 你看到也是forbidden 谁没有权限 就后台这个用户 读取某个文件 你去访问某个文件 然后后台以这个进程的用户身份 去帮你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没有权限打开这个文件 你看到的也是403kb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我们给它加回来 加回来 它之前的权限是多少来着 这叫644 对吧 644权限 给它改成644 然后再看 权限改回来了吧 对吧 然后我们过来再刷新 走 又可以访问了 看见没有 就是见到403 有这么三种情况 好吧 就这么三种情况 大家可以什么去想 可以操作一下 练一练 把它也记住 好吧 把它也记住 这个你将来的工作当中 经常会碰到403的页面 行 那关于这个NGX的访问控制 aloud9 就说这么多 那我停一下视频